《红灯亭》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就是红灯亭 绿灯形 那植物能看到信号灯吗 它们又是怎么样来调控自己的生长发育的呢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 植物是可以看见光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植物在黑暗中 和在光下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么在黑暗中的时候 它要努力伸长 想去突破地表 一旦见到光之后 它就知道生长要被抑制 然后它的叶片会打开 努力进行光合作用 这样它才能更好地生活下去 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吃过豆芽 那么我们在生豆芽的时候 一定是在黑暗里的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非常长的陪轴来吃 生豆芽的时候如果你见了光的话 那么它就不能长得很长了 因为光可以去抑制这个陪轴的生长 抑制植物的生长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植物是可以看见光的 当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在日常生活中 为什么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花开呢 就是因为植物可以感受到光照时间的长短 然后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开花 植物感受这个光照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 长日照植物 短日照植物和日中性植物 所谓长日照植物就是 它一定要在日照时间长于一个临界值 通常是长于黑暗的时候 它才会开花 那么短日照植物当然就是 它的日照时间要短于临界值 通常是短于黑暗的时候它才会开花 还有就是日中性植物 比如说蒲公英 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 它不感受光周期 只要温度合适它就可以开花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 这个光周期调控的开花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 在做园林设计的时候 我们肯定希望在这个园林里 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植物开花 而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在一个季节里开花 太阳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光组成的符合体 这个植物它不仅能够看到光 它还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单色光 它是靠什么呢 就是靠它的光受体蛋白 植物是有一系列不同的光受体蛋白的 比如说它有红光的受体光敏素 蓝光的受体引花素 向光素 还有紫外光的受体UV8 它也知道晒不晒 那么这些光受体蛋白呢 就像植物的眼睛 它告诉植物光环境是怎么样变化的 它们就可以共同调控植物的萌发 伸长 开花的时间 还有相光性等等 那么在这些光受体里呢 有一个蓝光受体引花素 它是所有光受体里 唯一的一类在进化中高度保守存在的 从细菌到植物 昆虫 动物 包括我们人里面都有 那么它最早就是在植物里面 通过遗传筛选发现的 怎么发现呢 刚才我们讲了 在光下植物就会伸长受到抑制 紫叶会打开 那么科学家呢就去筛选 在蓝光条件下 依然长得和黑暗里一样 培轴伸长 紫叶是闭合的 这样的话呢 就找到了这个蓝光的受体 当然这个蓝光的受体呢 它有一个在进化中非常保守的功能 就是对生物中的调控 那么在我们人里面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调控生物中了 生物中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内在的 以24小时为周期的节律性的震荡 它可以调控我们的 吃饭 睡觉 这些生理活动 还有就是体温啊 代谢啊等等 那么植物有没有生物中呢 植物也有 生物中可以调控它 非常多的生理的过程 比如说它叶片的运动 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是一棵植物 大家肯定想说 我看过很多植物 但是我没有看到过 它像小鸟一样的运动 对吧 这个是我们每20分钟拍一张照片 快放之后就可以看到这种效果了 所以植物的叶片一直在运动 但是它动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的肉眼是捕捉不到的 而这个叶片运动呢 就是被生物中来调控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生物中调控的基因的启动子 然后来启动一个报告基因 比如说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用了萤火虫的荧光素酶 然后就可以通过荧光素酶 来看到它这个生物中节律的变化了 所以不光我们人有生物中 植物也有 那么这个蓝光受体呢 它可以借到蓝光抑制伸长 可以借到蓝光促进开花 还可以调控生物中 那么在动物里边 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感受磁场 大家都知道这个鸟类会迁徙 对吧 它为什么能从北方正确地飞到南方去 它有导航系统吗 答案是肯定的 它的导航系统就是它的引花素蛋白 这个蛋白呢 它可以感受磁场的变化 然后来让它辨别方向 让鸟类可以正确地迁徙 非常有意思 后来还发现 这个我们人里边的引花素 也可以感受磁场 所以我们去辨别方向 那么也跟我们这个感受磁场有关系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在植物里边 蓝光可以去促进开花 那么我们实验室呢 就研究了 蓝光是怎么样去调控开花的 那么蓝光受体被蓝光激活之后呢 它就会从单体变成二具体 这个二具体蛋白呢 就会结合下游的转动因子 然后调控基因表达 调控这个开花素的量 让植物就可以开花了 这个蓝光受体和这个转动因子之间的结合呢 是完全依赖于蓝光的 它们之间这种蓝光依赖的结合 就被广泛地运用在开发光遗传的工具上 什么是光遗传呢 就是我们用光作为一个开关 来调控细胞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给它光 就让它把开关打开 然后我们把光去掉之后呢 又可以把开关关上了 那么科学家们呢 就用这个蓝光依赖的 引花素和转动因子之间的结合 就做了很多光遗传的工具 比如说蓝光调控的基因表达的系统 蛋白的重新定位系统 基因的编辑系统等等 这个蓝光的受体在温度响应里边也特别重要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经验 高温会怎么样呀 促进植物的生长 对吧 在温度高的时候植物会长得更快 那么我们就发现说 在白光 红光和黑暗里边 你把温度升高 植物都会生长得更快 但是在蓝光条件下 高温促进的生长就被抑制了 那么蓝光受体呢 就可以借到蓝光来抑制高温促进的生长 所以说蓝光的受体呢 它不仅仅感受了蓝光 它也在温度响应里边非常重要 那么光和温度呢 可以通过共同去调控转路因子 然后来调控内缘植物的生长素的合成 从而来调控这个生长的过程 那么讲到这儿的话就非常有意思 在进化上呢 植物的引化素和动物的引化素 很早就开始分支进化了 但是呢 非常有意思 它们采用了相同的调控机制 那么我们就发现 这个是小鼠的生物中的模型 就是引化素呢 它可以通过调控转路因子 然后来调控ebox的精的表达 然后来调控生物中 那么在植物里呢 我们也发现了说 引化素可以去结合转路因子 调控基因表达 所以说 这是进化上非常保守的机制 那么可能是因为 它调控转路是最快的 可以响应环境的变化的 这样一个方式 当然最近呢 我们发现的这个RNA因子呢 它和引化素有一个直接的结合 引化素在进化里边保守 这个CIS-1呢 这个RNA结合蛋白 它在进化里边也非常保守 我们看到说 在人里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调控心血管疾病 那么我们也看到 人里面的这个RNA结合蛋白 和人里面的引化素 是可以直接结合的 所以就可以去解释 为什么在人里面 生物中可以去调控心血管疾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早睡早起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蓝光呢 可以去抑制深长 促进开花 还可以去调控温度的响应 紫外光也可以去抑制深长 太阳光里面的紫外光呢 其实是分为了UVB UVA UVC UVC呢都被臭氧层过滤掉了 所以是不能到达地表的 它主要是胁迫 它会造成非常多的胁迫反应 所以我们要保护臭氧层 UVA呢它的波长非常靠近蓝光 那么它是用蓝光的眼睛来感受 然后来调控植物发育的 那么这个UVB呢 它就是我们光信号里面 非常特别的一个 就是当它强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可以调控植物发育的过程 那么当它特别强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胁迫反应了 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知道这个防晒指数SPF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防护UVB的能力 因为UVB也会把我们人晒伤晒红 对吧 我们是用防晒的伞 或者是防晒霜来防晒的 植物怎么防晒呢 植物自己可以产生防晒霜 所以它非常的聪明 它会产生非常多的次生代谢物 比如说花青素 还有就是黄铜类的次生代谢物等等 然后来保护它不被晒伤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人要自己擦防晒霜 植物它自己就可以产生防晒霜 那么这个紫外光UVB 是怎么样被植物感受的呢 是靠它的受体UVR8 UVR8最早的时候 也是靠遗传筛选获得的 怎么筛选呢 就是筛选对紫外胁迫 特别敏感的这些突变体 那么这个突变体 克隆了之后 就找到了紫外光的受体UVR8 后来又发现说 这个UVR8 它不光参与了紫外胁迫的响应 它还参与了这个紫外的信号传递 因为它会借导紫外光抑制伸长 那么这个紫外光受体UVR8的突变体呢 它在紫外光下依然会长得很高 就是它被抑制伸长的这个过程没有了 其实这个紫外光抑制伸长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是有很多的感受的 如果喜欢爬山的这个同志呢 肯定会知道说 在山顶同一种植物 它会比山脚下的长得更矮 如果你去过高原的话 你会发现高原上很多植物都长得很矮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紫外线非常强 它抑制了这个植物伸长的过程 那么这个紫外光的受体UVR8呢 它可以借到非常多的生理反应 它在被紫外激活之后呢 就会从二具体变成单体 那么这个单体的UVR8呢 就会激活这个基因表达 然后调控这个生理的反应 后来在线虫里边 也找到了紫外光的受体 它是什么呢 它是味觉受体的同源蛋白 是一个膜蛋白 那么怎么筛选的呢 这个线虫呢 很多是生活在土壤里的 那么它会躲避这个紫外光 紫外光来了之后 它就会四散逃跑 所以这个筛选的时候很有趣 就是在培养皿上培养线虫 然后我给它照紫外 然后这个线虫呢 就四散逃跑了 然后就去筛选那些 不知道逃跑的线虫 然后克隆了之后 发现都是这个 味觉受体的同源蛋白 那么它和植物的这个UVR8 没有任何的同源性 它们有相似的地方 是什么呢 它们都是用色胺酸来吸收紫外 然后改变自己的结构 把信号传递下去的 那么这个UVR8被发现之后呢 就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它可以借到紫外光来抑制伸长 还可以让植物产生防晒霜 当然还有就是可以去调控生物中 调控温度的响应 包括调控气孔的开闭 那么它有这么多的功能 它怎么样传递信号呢 之前呢就发现说 这个UVR8的这个受体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照了紫外之后 它就会从细胞质里 到细胞核里去 它会在细胞核里复集 它到细胞核里去干什么呢 然后我们实验室就发现说 它到细胞核里去找转路因子 它结合转路因子之后呢 就可以去调控转路因子 结合DNA的能力 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调控下游的基因表达 从而来调控这个伸长的过程了 那么我们实验室就找到了 一系列的转路因子 那么都可以去和这个 紫外光的受体结合 所以说调控转路呢 是这个光受体 最快的来响应环境 调控基因表达的一个方式 那么讲到这儿呢 就有新的问题来了 植物呢 见到红光 见到蓝光 见到紫外光 都会停下来 都是让它停下的信号 那么过去呢 我们对于光调控植物 发育的一个概念就是 植物见到光之后 伸长会受到抑制 真的是所有的光 都抑制伸长吗 那么有没有让它 加速的信号 让它往前进的信号呢 然后植物需要绿光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喜欢看植物 对吧 因为它有非常令我们愉悦的绿色 那么为什么植物是绿色的 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叶绿素 这个叶绿素呢 它可以吸收红光 吸收蓝光 然后用它们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呢 它把绿光反射掉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植物 那么它是不是真的把所有的绿光 都反射和折射了 完全不吸收呢 绿光到底有没有用呢 所以我们实验室呢 就开始去研究 到底植物能不能吸收绿光 我们和物理学家合作 然后设计了这个积分球之后呢 然后就发现说 不同颜色的 不同绿色的这个绿色的植物 都可以吸收绿光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它折射和反射的绿光 非常多 有50% 但是不是100% 它依然可以有50%的绿光 是被植物吸收了 所以植物是可以吸收绿光的 那么它吸收绿光之后 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多年 没有人去研究绿光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早年呢 有科学家认为说 绿光和蓝光一样 也是去抑制生长的 而且呢 绿光也是用蓝光的眼睛 用蓝光的受体引花素 然后来传递信号的 所以后来就没有人做了 我们当时就把市面上的 这个绿光的LED拿来之后 就去测它的波谱 然后就看到非常有意思 市面上绿光的LED 其实不是纯绿光 它里面是有蓝光的 有450纳米处的蓝光 这个蓝光在调控植物发育里 有非常强的功能 非常弱的蓝光 就可以调控植物发育了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之后 我们觉得 过去的认为这个绿光和蓝光一样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你用的光源不纯 你里面有蓝光 所以你看到的是蓝光的现象 所以我们实验室和物理学家合作 然后我们就通过使用绿光片 然后就获得了纯绿光 就是我们把蓝光完全过滤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再去看 这个绿光对植物的伸长 是不是有影响 大家来看 非常有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不用绿光片的话 确实随着你绿光强度的增加 植物就会越长越矮 它也是抑制伸长的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蓝光 过滤掉之后 用这个纯绿光的话 大家可以看 植物越长越长了 随着这个绿光增强 它会越长越长 比在黑暗里面还长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绿光是有独特的功能的 它可以促进植物的伸长 那么你过去看到的说 绿光抑制伸长 是因为里面有蓝光的影响 后面呢我们还看到了说 这个绿光呢 它怎么样促进伸长呢 是因为它可以促进细胞的伸长 大家可以看哈这个 在绿光条件下 这个植物的细胞就会长得更长 绿光去促进伸长 是不是因为在绿光条件下 植物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光合作用 所以它有更多的能量 所以就可以长得更高了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就给这个植物加糖 给它更多的能量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无论你加不加糖 那么在绿光下呢 这个植物都会长得更长 所以不是因为能量的原因 那么我们也用了一个色素的突变体 这个突变体呢 这个植物就是完全是白化的 它是一个白色的植物 完全没有色素 所以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白化的植物呢 它在绿光下依然会长得更长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绿光呢 它确实可以作为信号 来调控植物的发育 不是因为绿光去进行了光合作用 是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响应绿光呢 然后我们就去试了很多种不同的植物 我们看了大豆 然后看了小麦 看了水稻 也看了梨麦 高粱 玉米 然后我们就看到 我们检测过的所有的植物 在绿光下都会长得更高 所以说绿光去促进植物生长 在植物里边是非常保守地存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说 植物呢 见到红光就会停下来 见到蓝光和紫外光也会停下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补上了这个空缺 就是绿光对植物也有功能 植物见到绿光之后 不是要停下来 它是一个告诉植物要努力生长的信号 绿光的眼睛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去研究的内容了 当然还有就是 为什么绿光要去促进生长呢 我们认为是因为植物被遮挡之后 那么它这个时候呢 就获得了比较多的绿光 它就知道说自己被别人遮住了 被别人遮住了怎么办呀 我要努力生长 突破它的遮挡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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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